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我访问过医生 讲到我们人体里面正常来说 有多少个关节呢 你考不了了 阿坚 以我记忆所及 每个人的关节总数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概是340至360个左右 以你过关节的话 我又有个疑问 有些人因为某些原因 是需要换关节的 人体这么多个关节 又是否个个都换得呢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还有这个人工关节的构造是怎样的呢 今天我们是请来骨科专科医生 Dr. Shah 应该给我们答案 人们不禁问 究竟我们全新的关节 是否都可以换完人工关节呢 请教Dr. Shah 是否真的可以的 你好啊 Tina 其实是可以的 我们近年来来说 差不多所有的关节都已经接近可以做到人工教 这个做法的了 尤其是我们的大的关节 比如说肩头啊 手肘啊 手指啊 甚至乎我们宽骨啊 或者是手肘都可以做到的 是吗 从头到脚都可以的 真的 Dr. Shah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这些关节呢 是很鬼祟的 我们是意想不到 但是也可以换到人工关节的 比如说手指啊 手指现在来说呢 虽然就是很精巧 但是呢 出来的效果也很好的 嗯 我猜一下 因为手指的关节很小 越小是越高难度的 是 所以呢 所以我们讲一些 难度没那么高的 还有比较普遍一点 因为刚才Dr. Shah也有说到 比如说我的宽关节 我猜到比较多人会出现这些问题 不如我去集中讲一下宽关节先 好啊 通常呢 为什么会宽关节出现问题呢 其实来说呢 我们 关节有损伤呢 通常分开几部分的 第一种最常见就是 勞损退化 其次呢 就是受伤后 第三呢 就是可能长期的 发炎 最常见的可能是 一些磁风湿的病人 都会导致到很早期 就有这个关节的问题 嗯 有没有些什么人 我就想着呢 有没有些什么职业的人呢 那宽关节是比较容易一些 勞损的呢 勞损得多的人士 比如说需要做很多 操重功夫啊 都会的 那另外呢 就是一些的运动 某类型的运动 比如说是 撞击性多一点的 跨步多一点的 都有可能会令到 我们的关节 勞损得快点 是很夸难的 就是往往的 夸得很大 那些呢 抹得很大都可能会受影响 会的 是 我之前听到美国的奥运金牌得主 路易斯 那他就很多年呢 是不停地跳远 那他说长期呢 是这样 踏下去沙尺里 那也都会伤到 那个 宽关节 我都会 视乎他那个 运动的模式 那譬如说 如果他一直以来 都很多的损伤的话呢 去到年长之后 有问题 一些都不出奇 嗯 他那个状况是怎么样 我知道 Dr. Shar 就带了一些模型上来 我们想看 因为我自己看不到 我宽关节的状况是怎么样 不如解构一下 好吗 好啊 首先呢 我们要留意清楚呢 我们的宽关节 是分开两部分的 第一个呢 就是盆骨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大腿骨 那两者之间呢 其实是紧扣在一起的 令到我们有一个 灵活的骨胶 但是由于我们的骨胶 不断地移动 就会有勞损的现象 早期可能只是表面上的损纹 慢慢慢慢呢 就会越来越深 越来越厉害 令到你呢 可能会造成 導致很多的骨质增生 甚至乎会令到我们的骨胶 卡住 到最后呢 甚至乎是痛得很重要 以及动不得好 那结果呢 我们唯有呢 就是放弃我们自己的骨胶 来去换一个人工胶 嗯 但是呢 我看到呢 有两个组合 一边是腿 一边就是盘骨的位置 是 是不是往往都是 两边都一起出问题 还是会不会只有 一边有问题呢 普遍来说呢 我们的骨胶 都会是两边一起磨损的 亦都可能是不同的程度 但是最终呢 其实两边都会导致到 我们有痛的现象 嗯 那譬如说 我们用开的人工胶 这样吧 我们有两个部分 一边摆在盘骨 一边摆在大腿 它们两个 通常我们都会同时间 植入身体里面 嗯 就一次过换完 不会只换一边 另一边又不换 如果它一边的程度 不是太差的话 都可能会考虑的 通常发生在一些急性的 譬如说断骨的现象的时候 就很可能 那我见到Dr.Charlie 拿上手呢 两边的人工关系 都是金属来的 是吗 是啊 其实呢 到了今时今日呢 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我们都会应用到 而最常用到的 就是我手上的这些盒金 盒金 那它是可以很受力 亦都来说呢 可以是很防磨 嗯 那在防磨方面呢 其实呢 在我们这么多年里面呢 已经是做了很多的功夫 很多的研究 在现时来说呢 为了减低我们的劳损 我们那个人工教的劳损呢 应用了有不同的 譬如说是一些的聚越烯 又或者是糖瓷 这些都可以说是 去到一个名不磨损的地步了 是吗 很轻手呢 是啊 很轻手 譬如那些的聚越烯 或者糖瓷那些 那你也可以想象到 都不会太重了 但就算是金属那些呢 我本来是很用力地拿 拿起了 已经 都不重的 的确是 现在的物料呢 其实真的又轻便 又耐用 是 那在什么情况之下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物料 你是怎样去拥定 那个病人是用什么物料的呢 通常来说呢 我们会在几方面去处理这个问题 第一呢就是病人本身的年纪 它的骨质 或者是它的业重性 如果病人的年纪已经是很大的话 很有可能它的骨的质地 已经是比较弱一些 所以我们有可能呢 是需要用一些 譬如说骨水泥 这样来到去 帮助我们 接合我们的用料 但是如果 比较年轻一点的 骨质 强壮一点的话 我们有可能呢 就会用到一些设计呢 是令到我们 放了那个物料 进去之后呢 刺激到那个病人 生回一些骨 在那个物质的表面那里 来到令到大家 互相之间呢 互相紧扣 加强了它的内容性 就是好像那些青苔那样 是不是 我可以联想到那个画面 是不是这样的 的确可以是这样的 以多多想法 一般换这个宽关节 大概需要的过程是多久 普遍来说 视乎那个的复杂程度 可能是一个钟头 或者是一个钟头 多一点的时间 都可以完成到 这类型的手术 譬如换完所有的宽关节 因为这个位置 其实我觉得很关键的 你坐着 走路都需要它 所以就 那个复康的过程是怎么 需要很漫长呢 通常来说 现在换了人工关节 都可以立刻踏入 这个康复阶段 通常我们做完手术之后 几个钟头 我们已经可以鼓励病人 离开病床 试试走 坐 这么快 不过呢 不同的手术方式 可能会有不同的 注意的事项 宽关节来说 通常我们都会建议病人 小心在草期的时候 不能坐得太矮 或者活动幅度 不能太夸张 为什么不能坐得太矮呢 因为大家看到了 其实呢 我们呢 人工关节的最大的一个短处呢 就是它不能够完全取代了我们的軟组织 是 所以呢 在换了之后呢 有可能会有一个危险性就是会脱落 嗯 所以呢 在我们的那个软组织 未曾康复之前呢 我们是需要多加注意 我自己想象了 譬如有时候 在家里都要坐椅子 穿鞋 坐矮的重心向了低的时候 你起床的时候 是需要用多一点力的 所以这里是会坐坐 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是跟我们的 那个关节的设计有关系的 因为呢 我们本身那个关节呢 可能可以适应到 我们不同的角度的活动 但是呢 当我们的软组织 已经撤除了 破损了之后呢 很有可能呢 去到一些的骨骄的边缘的位置呢 他就没有办法再承受到 我们的体重 或者是体力 所以就会有脱骄的现象 嗯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一般年轻人 或者是运动员 他创伤之后 换了这些人工关节 那又会影响到 他返回到球场上面 或者是运动场上面的表现呢 通常来说呢 我们的人工关节呢 都不可能寄望到 是完全一个完整的 100分的骨骄的 嗯 不过呢 随着时间呢 那个我们那个人工胶 摆了在身体之后呢 我们的复原呢 慢慢慢慢呢 那个活动能力 运动性都会加强了很多 嗯 始终这个人工的宽关节呢 都可以帮到一些 可能受损的一些朋友 说完宽关节之后呢 我们休息回来 说一下大家都很关注的 室关节的 稍后见 继续飞开有条路 好 但刚才呢 我讲开宽关节呢 这一节不如探讨一下 宽关节的支援的问题 那所以呢 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如果是去到说换人工教的话呢 多数都是老人家居多 那其次呢 都是一些的受伤引起 严重的创伤之后的问题 又或者呢 就是长期的发炎 例如说是内风湿的病人呢 都会是很常见 需要换校的 嗯 但是我见到刚才 和我们的宽关节呢 有点分别 因为膝头哥呢 我们上个课都知道 嗯 有了人带 有了半月板 不如和我们介绍一下 那个路选的演变是如何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那呢 其实都是分开几个阶段的 那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都可以很健康 很英俊 很润滑 那这样呢 但是呢 随着时间呢 表面的软骨 或者是组织 开始脱落 那所以呢 就有可能会带到我们 有些角度啊 或者动动的时候 会比较痛 而去到比较后期之后呢 可能那个劳選呢 已经是去到很严重的阶段了 那所以呢 可能呢 任何情况之下 任何角度呢 都会搞到我们很痛 嗯 去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很多时候呢 病人已经不能够接受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就需要换人工教 嗯 对了 刚才说到那些物料 我们看到一些很亮亮的 那些银色这个 好像很亮 来介绍一下那些物料 好吗 在我左手边这个呢 就是摆在我们大腿的金属 它是一个合金来的 而摆在我右手边这个呢 就是摆在我们小腿那边的金属 那它也是一个合金 中间防磨的用料呢 也是聚月烯的 那当我们摆了我们那个 人工教下去的身体之后呢 它就可以模仿回我们正常的活动模式 哦 即是跪在那儿啊 走路那些 完全没有问题的呢 是啊 很好的 咦 那这个就是全个的呢 那有没有得换半个呢 近年来说呢 越来越盛行我们呢 是选择病人 如果适合做部分的人工教手术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建议这类型的病人的 不过呢 是需要很细心很严谨的挑选的 因为呢 先决条件呢就是说 这类型的人工教呢 是需要本身那个骨的质地 活动的能力 而且呢 它那个退化的程度呢 是适合做这些的部分人工教 才可以选择做的 嗯 为什么做半个呢 因为我自己想想 你半个切一半又不切第二边呢 两个将它模合起来 都要虚实了 不如索性整个切走它 还好呢 一了百了 是不是这样想的呢 通常很多人都 以往来说呢 因为呢 全人工教呢 可能是适合一些 变形比较厉害的病人 因为呢 在人工教植入的期间呢 我们可以帮他 改善了那个 骨那个排列的位置 嗯 但是呢 部分的人工教呢 只能够针对去处理 我们损失了的 软骨的部分来处理 所以如果本身病人的骨教 是大部分地方 那个范围都已经损伤了 的话呢 就不适宜只是换部分的了 因为呢 只是换了小部分的话呢 其他有问题的地方 一样会造致到痛楚的 咦 我很好奇那个手术的做法 因为我们知道呢 膝头膏呢 又有菠萝盖 又有前后十字印带 又有很多的软组织 那其实做的时候呢 是会将它拨开一边 还是说都会割开了 等它做完 换完这个 人工的关节之后 才再拨回印带 通常来说呢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换部分的人工教育 的话呢 我们会将尽量大部分的软组织保留 所以譬如说 我们只是换内側那半部分的话呢 我们只是打开那半部分 然后将那个范围里面的软骨 去切除 之后将我们那个人工教放进去 就是这么多 其他我们都会保留 病人自己本身的组织 因为膝头膏呢 始终刚才 譬如我们说 宽关节应该比较大一点 膝头膏是小一点的 是否做得会比较快一点 还是相反 因为小一点 精密一点 所以比较慢一点呢 其实来说呢 去到今时今日呢 换人工教呢 已经是很成熟的手术来的了 所以呢 快与慢呢 其实未必是因为那个的 複杂问题 反而是可能是 医生的技术 又或者是人工教的设计方面 取决的时间会多一点 对啊 我们呢 亦都每个人呢 都有不同的尺寸 所以呢 那个人工关节 我估一下 譬如说 羽阳的瘦猛猛那些 是否应该要小一点 我应该比较大的 可能要大胜一点的人工关节 Kina 你一点都不胖 不过来说呢 其实呢 我们那个人工教的尺寸 的确是要取决 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尺寸的 那通常来说呢 我们在手术前呢 已经做了一切的准备功夫 譬如说是拍片 X光 那我们大概都会掌握到 病人那个骨的尺寸 而最终我们用的物料 材料或者是个尺寸呢 是应用在病人的骨的尺寸那裡 那换室关节的时候呢 是换一个的比例比较多 还是同时间两边都换完的比例比较多 如果呢 它的成因是因为劳损性的 年纪大了引起的 通常这些病人呢 都可能是两边膝蓋都已经有问题的 所以呢 当我们已经是查清楚 它那个身体的状况是适宜 一次过做两边的话呢 有时候我们都会一次过 帮它安排了同一天做两边的手术 也都未必一定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是的 但是有些人都可能会想 哇一次过换了两边 那可能会有没有什么风险呢 或者是我走的时候 然后两只脚要重新再去适应过的 没错啊 因为来说呢 如果你同时间换了两边的话呢 在你康复的时候呢 你都需要有一个相当的体力 才可以做得到的 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 始终呢 手术都会有风险 多一个手术多一个风险 那所以来说呢 如果病人自己的身体 那个的机能不能够 适应到大型手术的话呢 似乎呢 就不可 不是很值得一次过做两边了 那这个康复时间呢 我换一个 我可以做完手术 立刻下床走 还是说 啊 因为我换了两个 所以呢 我要在床上 摊的时间久一点 不可以那么快下床 通常来说呢 就 如果它是适合做两边的病人呢 他们都可能是一些比较 体力比较好 身体比较好的病人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他们在做完之后呢 相对地呢 其实是可以适应到 同时间用了两边 新的人去走的 那不过始终呢 都是好看 他本身的体质而定 那通常来说呢 如果一次过做了两边的话呢 病人很有可能呢 就可以免除了呢 两次入手术室的痛苦 是 那这个也好的 省了一些时间呢 那他的伏床过程 当然要慢慢去走 慢慢适应 那他可不可以 就是好像以前那样 做一些运动啊 跑步啊 那些行不行呢 人工教来说呢 似乎呢 他因为始终是一个外来物 他没有这个康复的机制 那所以呢 他都会有用选的一天的 那所以呢 做了人工教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呢 都会建议病人呢 一些的运动方面呢 要多加注意 譬如说是会经常性撞击的 又或者磨损性很强的 的运动的话呢 可能要减少一点 那会不会说 我用了两三年之后 就要换过另一个人工教 还是说怎样的情况 其实不是的 现时来说呢 我们人工教呢 已经应用了很多年 尤其是近这十年呢 那个发展呢 更加是很快 那呢 无论是医生的技术 又或者是物料的方面呢 都是突飞猛进 近年来呢 我对我的病人说呢 都不会说 再有那么多这些的顾忌 通常我都会跟他们说 他可以帮你一生的 嗯 终身受用的 虽然现在呢 就可以换到一些 宽关节啦 人工的关节啦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都是好好保养他嘛 免得过呢 都不要做那么多手术啦 好 谢谢Dr.Shar和我们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打私契不透气就可以 打私契不透气呢 我说个笑话 当然是可以 因为都不透气了 怎么会打私契呢 当然可以啦 但是呢 就是说真的那句 我自己都是这样的 就是打私契 为什么不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环角博 那里有些抽筋 那抽筋我们怎么处理呢 平时我们有些 脚胶抽筋 怎么做呢 就是拉回那块肌肉 拉扯它 那就会松一点 同一个道理的 就是当我们的环角博 有这个抽筋 我们就可以 吸一大口气 闭气 那将这个环角博 扯得很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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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就会有助于 那个地方没有那么抽筋 那也都会帮助到 这个私契呢 可以会舒缓到 固然之你闭气 其他你摆得有多长时间 那有些人摆得不多 你会试多几转 那对我自己来说 这个作用 我都觉得OK的 大家可以 有空 真的就可以试一试 我说你会想看 你会想看